这样子不好发 网络是意图 很多女生喜欢测试 男友的忠诚度 希望用这样的方法证明她对自己的爱 下面这名女网友因为家中有事 必须回去几天 不能与男友见面 离开之后她突发奇想 决定假扮陌生苦中 没捉弄对方 没想到男友的回答却是这样 差点让她崩溃 她假扮陌生苦中妹 问男友有没有要认识 男友则不停贴图 总是用你你妈妈知道吗来回答 她切而不舍 许诺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 男友坚定拒绝 最终她坦承自己的身份 男友忍不住贴图 很白目你妈妈知道吗 这名女生表 是男友的贴图有种让她被 妈妈念到爆的感觉 男友坚定拒绝诱惑 她真的非常开心 不过用这样的方式测试对方的感情 并不是好方法 很可 能消耗彼此的感情和信任 以后还是不要这样做了 分享出去 让大家都看到吧 相爱的人要懂得 爱是心灵与心灵的相知 她可以不要太多的语言来粉饰 真正相爱的人 会毫不计较地为情感付出 唯一的期盼只是对方的疼惜 真正相爱的人 会处处时时牵挂着对方 给她 她 以关怀体贴 真正相爱的人 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都能心灵神会 那份相知的默契胜 却一切物质带来的欢乐 爱 因为忠诚而专一 因为专一而罪人 因为罪人而无私 因为无私而纯洁 古往今来 演绎了多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令世人感慨 总想着也这样做一回主角 可叛蜜得知 因与自己相伴一生 至少有过一场刻骨铭心的爱 也就无憾此生 可是又有多少人 能在对的时间里 遇到对的人呢 就是遇到了 不懂得珍惜 也会失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